你好 这里是张联视野 伊朗人蜂拥而上向军车投资燃烧弹 伊朗人在发现载有伊斯兰革命未带的车辆 走在去镇压反抗的道路上的时候 立即冲上军车 把他们已经准备好的燃烧弹 纷纷投资上去 那个燃烧弹立即就是把那个装甲车呀 什么卡车呀燃烧起来 一军官兵赶快弃车而逃 鬼哭狼嚎 人们认为在独裁专制下被压迫了 差不多43年的伊朗人正在觉醒 他们也忍受不了那种阿洪的专制统治了 据统计目前呢 伊朗的31个省当中呢 已经有30个省发生了反抗 集权政府的抗议活动 而且呢不仅是伊朗的大部分人都在抗争 世界各地的伊朗人也都在纷纷响应 昨天呢 数以千计的伊朗裔美国人 穿过美国首都 华盛顿DC特区 资源伊朗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 他们高呼 猝死哈梅内衣的口号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继承人 王子里萨巴列维出席了集会 他宣布支持人民 赌回国家管理权 消灭毛拉政权 此外呢 还有数千名在英国的伊朗人 冲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驻英国伦敦的大使馆 跟那里的警卫 大的是霹雳啪啦 可以这么说 伊朗人正在全面的举行 他们意识到了 这个世界上 在人世间 什么都比不上自由 只有了自由你才能快乐 没有自由的生活 是苦难的生活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中国人才能够觉醒 才能意识到自由的珍贵 才能把这个物欲放在一边 另外呢 就是白宫警告 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美国将果断处置 美国总统外交政策顾问 吉克沙利文今天表示 假如俄罗斯 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那么美国将会采取果断行动 这是美国政府官员首次 对普京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最新回应 比以前的任何回应 都更加及时更加强硬 外界一般认为呢 这将有利于阻贺普京的核恶诈行为 也有利于全球自由民主国家 对抗俄罗斯和中国 这两个邪恶轴心国的核战争威胁 白宫指出 一旦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将对俄罗斯本身造成灾难性后果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吉克沙利文说呢 俄国当局在非常高的级别被告知 这个意味着呢 至少是拉夫罗夫被告知 华盛顿将做出果断的决定性的回应 那就是可能成千上万的核导弹 飞向俄罗斯 沙利文还表示呢 如果莫斯科继续进行占领区的公投 那么呢 美国呢 就准备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直到俄罗斯崩溃为止 美国在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上 是越来越严厉 而且呢 是越来越果断 这样呢 就使得普京的 这个能够操作的空间呢 越来越狭窄 这也将鼓舞乌克兰人民呢 能够就是进行呢 更好的这个努力 来捍卫他们的自由 彻底打败俄罗斯侵略军 此外呢 在俄罗斯国内 反对这个动员的这个抗议活动呢 此起彼伏 因为你想想谁愿意去当炮灰啊 而且呢 俄军的地位那么的卑微 进入了部队 就像成了囚犯和农历一样 谁愿意去干啊 而且到最后还会白白的丧失性命 国家甚至根本不买账 根本就没有抚恤金 现在呢 很多俄罗斯人发现 他们的儿子已经失踪了 他们在部队里面 就是说呢 家人得不到任何消息 怎么询问都没有任何消息 目前呢 所以说呢 越来 人们越来越反对 这个普京 动员更多的人 30万甚至100万人 去乌克兰作战 在达基斯坦的马哈齐卡拉 这个城市 开始了一场这个集会 在集会中 人们愤怒地烧掉了普京的肖像 这种事情是很罕见的 我们知道 伊朗人现在正在烧掉 哈梅内尼的肖像 那实际上就是对他的公开的否定 普京呢 现在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达基斯坦人呢 还警告地方当局 一个小时之内 释放所有被拘留的抗议者 否则的话 抗议者将会采取激烈的行动 有可能就是武装暴动 当地的这个公众呢 警告这个俄罗斯当局 不要太过分 否则的话呢 后果非常严重 在这个车臣人民反抗 俄罗斯联邦的这个统一暴政的时候 在杜达耶夫率领车臣人民反抗 这个俄军侵犯的时候呢 达基斯坦实际上是站在 这个车臣一边的 达基斯坦人呢 一样跟车臣人一样热爱自由 而且呢我相信 他们现在的激烈反应 最终呢会走向捍卫自由的独立战争 就像过去车臣所做的那样 就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人 所做的那样 此外呢 据耶路撒冷邮报 杜达基斯坦在2022年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排行榜中 名列第一名列前茅排在第一位 杜达基斯坦是个犹太人 而且呢他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在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后 他的政策也经常遭到国内各界的批评 但是呢 泽伦斯基热爱自由 热爱乌克兰 在危机时刻 他挺身而出 捍卫了乌克兰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渐渐的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不过呢 最近这半年多来 在英美阶级 以及几乎整个西方 都在大力援助乌克兰抵抗俄军的情况下 以色列却患得患死 琢磨着从普京那里获得一点好处 这的确令泽伦斯基心寒 过去呢 中国的知识界呢 都很赞成这个犹太人 但是呢 在这一回呢 在俄乌战争当中呢 以色列人体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和缺乏正义感 类似于印度人的表现呢 的确是让人大跌眼镜 看来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犹太人 重新认识以色列 我现在住在纽约上州 我们附近呢 有一个犹太人的社区 大家恐怕很难想到 这个犹太社区居然是美国最贫困的社区 这个社区比黑人贫困 比墨西哥人贫困 比印第安人贫困 比任何一个这个部落部族 或者国家的这个移民都更加贫困 它的人均收入是全美国最低的 人均年收入大概只有几区几千美元 我记得好像是只有四千多美元 而且呢 这个犹太人聚集区呢 有三万多人 他们被称作东方正统犹太教徒 叫哈希德 自称是哈希德王国 他们有自己的统治者 而且呢 他们排斥民主制度 还有呢 他们里面的这个男子呢 很多男子呢 都是不工作的 当然 妇女呢 都会生好多孩子 五六个孩子 而且呢 他们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的人呢 百分之四十都是从美国领取这个旧基金 也就是说呢 他们争取享受呢 几乎所有的美国福利 但是呢 他们的消费当然都是由美国的纳税人支出 所以呢 我去过几次这个地方 我一直都非常奇怪 我甚至有时候想 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一再的掀起反游浪潮 我想这个原因呢 深刻的原因呢 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